這樣會不會被心臟公司告啊 心臟公司通常可能沒什麼律師 對喔 對喔 這樣可以嗎 歡迎來到 Double Espresso 周周農縮 我是小美 農縮最美好的設計新知 我是Dermy 大家好 我是光頭 今天有精神了吧各位 今天又是送播朋友的一天 沒錯 第一則新聞 挑戰嗅覺極限 IKEA 瑞典小肉丸蠟燭 不好意思 IKEA跟IKEA 我會被讚嗎 還是沒有差 我都念IKEA 我都念瑞典知名 生活 不像一般的瑞典的 瑞典知名家具品 瑞典知名家具品 那是不是說好了嗎 叫瑞斌 對啊 不行啊 大家也很想到是什麼啦 對啊 都可以啦 都可以啦 無所謂吧 不要罵我 好 沒關係的 觀眾朋友對於發音有問題的話 慢慢進行私訊 Demi的IG在這裡 不要來罵我 拜託 拜託 提到IKEA餐廳經典品項 一定會想到瑞典小肉丸 美國IKEA為了慶祝IKEA Family 10周年 特別推出了 POOVE DRAW肉丸蠟燭 點起蠟燭就能飄起正正肉丸香 挑戰居家的你忍受惡的極限 禮盒的包裝設計延續IKEA的簡約風格 以黃藍白三色搭配 但肉丸蠟燭只送不賣 僅透過官方網站抽獎活動才有機會獲得 這個很罪惡 真的太罪惡了 在家裡點就會馬上想吃東西 但是我以前啊 我記得我有一個客戶 他是在做類似像氣味博物館 我覺得我聞過最特別的氣味蠟燭 就是雨水 噢 濕濕潮湿的味道 就下完雨後的那個味道 那個真的很迷人 不知道為什麼 有啦我們即將要推出一款 菲洛蒙香水 對 希望大家到時候也麻煩 噴著菲洛蒙然後出去 去去 招風飲碟 看你會吸引哪個年齡層 我都是吸引阿嬤 也有點不妙 我都是吸引一些 蛋黃酥味 蛋黃酥味 先不要 通常回憶就是綁著味道 對 綁到某一個味道 會想到 對 會想到 那如果這樣肉丸 是不是好像也有這個功能 我聞到肉丸就想到 我應該是IKEA 對 我覺得他的概念應該是這樣子 我這個行銷意圖蠻明顯 很明顯 對 對啊 你們覺得 到底是先有這個味道 還是他們不小心調香師亂調 調到肉丸的味道 突然調出肉丸味道 調香師一邊調香 然後一邊吃肉丸 還是把那個蠟燭 滴那個肉丸的油進去 地溝油回收的概念 肉丸味好恐怖 油夠 他們會不會蒐集我們的證據 準備一次 要提告我們 如果朋友來到我家說 欸 你剛吃肉丸嗎 我不是 我點的是那個 IKEA的蠟燭 為什麼要這樣 會有一點生活錯亂 之前不是有那個嗎 小辣椒的私密醋 香氛 他出了一個香氛 是關於他的私密醋 的味道 其實很多啦 聽說好像在你家車子裡面炸掉 好像有這個東西 對對對 反正在某個空間炸掉 好恐怖 對 那本間就是 我真的會的 XX 風味 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應該幫我剪掉 對對對 會不會太裡面了 該剪就要剪了 知道嗎 Demmy 對對對 我頭好痛 第二則新聞 毛孩音樂家 以色列作曲家 用五線譜繪製貓拱畫像 畢業於耶路撒冷 音樂與舞蹈學院的 以色列作曲家 Nom Oxman 將他人生的三個喜好 音樂 動物 繪畫結合 創造出Simponix 他利用五線譜與音符的線條 繪製出喜愛的寵物畫像 讓原本堅毅的線條活潑了起來 並依照寵物的形象 譜出獨特的旋律 創作出十分具有靈活性的古典樂 他對音樂的掌握度一定是超高 才有辦法做這個變化 真的好厲害 這次真的難度真的好高 對啊 真的很高 這真的太有才華了 好人厭 痛 蕭美你在 那種至於別人的才華是不是 蕭美很小 其實我覺得他很厲害的地方是 他可以把他的喜好 三個喜好都結合 我覺得這在現代好像真的蠻難 因為有時候我可能喜歡畫畫 然後我有喜歡飲料 可是我沒有辦法把這兩個match 欸如果結合三個東西 就可以變成一個事業 好像蠻厲害的 好像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不然你講一個我講一個 你講一個我創一個 好 然後突然來想我們可以創什麼 如果真的要講 這樣講到很矯情 但是我很喜歡 梳 對 梳 我知道我長的 那Demi 對 那我 染頭髮 染頭髮 欸 染頭髮也可以變成一個興趣 對啊 染到開心 染季 我隨便講一個咖啡好了 所以結合咖啡跟染頭髮 那就是一個 一本書 就是開家店囉 看起來像一個bar 還是什麼 算了啦 算了啦 算了算了算了 結算 算了解算 就地解算 就地解算 沒辦法變成一個事業 好無趣喔 這不行 沒有辦法轉換成像人家那麼厲害 我們就就地解算 算了 放棄放棄 我們沒有辦法會三樣 我們連一樣都做好都有點困難 算了 不要勉強 不要勉強 下一則 下一則新聞 疫情之下的口罩視角 日本微型設計師田中達也 曾在日本舉辦過兩次微型展的田中達也 從2011起每日更新一則 miniature calendar作品至今已滿10周年 田中達也擅長運用生活物品與食材 結合迷你人偶 創造出獨一無二的微型世界觀 近期也將防疫與奧運等時事融入作品 提出特別的觀戰視角 將口罩一攤成為泳池跑道 一折即可成為球網 會有聯想力的道具 讓攝影作品更貼近觀者 一起進入田中達也的奇幻世界 好有意思 其實這種真的只有日本人可以做得出來 嗯 單單小人要去哪裡取得那麼多 不一樣子體動作 而且我去調查他 他因為這樣成立一間公司 就沒在拍這個 而且他IG是日更 對 他日更 我覺得超級厲害 他的公司就是一直在拍這個 但是東西很深入 很專注的去做 好像也可以 我們不需要會三件事情 只要會一件事情就好 耶 只要會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專注 就努力的把這件事情做好 他就是拍照跟擺拍 然後還有行銷這樣 高高也是三件事 靠 也對也要三件事 他這樣也是要三件事 哎呀算了失敗大失敗 算了解散解散解散 會不會看起來是這樣 可是其實他們在拍的時候很焦慮 就是變幹謠這樣 他就來了 哇那個人又倒了很煩 對啊 各種抱怨 這個用過了 後來台灣搬過展 有搬兩隻 也是一個帥哥 對我們可以去看 Amy喜歡這種有才華的帥哥 就日本男生 他們頭髮都很長我想一下 因為你居然沒有頭髮 沒有 欸欸欸 他自己頭髮夠長 夠變化多 他不想要崩踩被搶走 兩個一起藍髮 人生不需要這麼多毛髮 下一則新聞 隨地坐下來休息的排隊神器 新加坡Lex將椅子穿上身 位於新加坡的新創公司 Astribionics 發明了一款外骨骼裝置 名為Lex 讓我們無論走到哪 都能做到哪 新時代的排隊神器 延然而生 這款將椅子穿上身的外骨骼裝置 雖然還是需要花上半分鐘的時間穿戴 但穿戴後只需從身後一拉 支架便會自動彈出 擁有120公斤的耐重能力 乘坐時不僅穩定性加 也能夠矯正不良坐姿 讓脊椎呈現在健康的狀態 目前有兩種尺寸 能對應不同的身高 售價是799元美金 我覺得還蠻好笑 超級還要給耶 真的很好笑 我看到這段新聞的時候 我一開始看到我停了很久 是有多懶 一定要做這樣 但是他如果說講是為了排隊神器 我好像可以理解 我覺得他也很引人注目 對 而且那個磁力要很夠 對我也覺得 你敢穿嗎 我覺得不會 他就是這邊要戲起來 而且因為他要賣 那你敢穿嗎 我如果排隊的時候我會戴著 對嘛 所以其實不會穿在 因為他有一卡 是很像那個狗仔畫面 可是如果狗仔這樣 不是更明顯 更明顯 他好像太高估人們的磁力了 說真的 我是在想說他的開發過程 應該都沒有遇到這些挑戰 因為我讀到這個的時候 我覺得 我信長他是新創公司 不然我們的業主 我如果跟他提說 我們要設計一個外骨骼 然後是可以這樣做下來 你覺得業主會怎麼講 想說 他會是說 你覺得可以 可是我覺得不行 對 但是如果是 我覺得他如果調整一下 他的TA更明確一點 長輩的服務 另外一個是那個 比如說針對外科醫生 因為他們站在那邊 手術的時間很長 就是讓你可以稍微 坐下來靠一下這樣 突然坐 好像大家會對你覺得莫名其妙 可是當你坐得很舒服的時候 大家會對你很 大家會覺得你真是先知 對 所以好像是實用情境的問題 對 實用情境的問題 可是過馬路突然坐下來 我會覺得 要想像那個畫面 就覺得很職業 而且我覺得他這個穿戴 還有另外一個我想要提出 很GY的問題 就是 女生怎麼穿裙 你只穿這個 就沒有辦法 女生穿裙穿那個 那會不會變得很性感 他穿短裙 也許這個吊帶 那後面長了一隻尾巴 好像 他那個會 裙子會飛起來吧 你講的尾巴是哪一尾巴 就是那個 就是外骨骼長到別的地方去 外骨骼它有個尾巴 對不對 外骨骼變成親戚 但如果他長裙的話 他變成尾巴會在裙子裡面嗎 感覺是會 我們先跳過好了 但我們要黃標 黃標 對不起 這記者要剪掉 你這樣會不會被新創公司告啊 新創公司通常可能沒什麼 律師 費用 這個會 這樣可以嗎 真的這樣 還是會先 會先被新加坡人告 你瞧不起我們馬上來告你 在哪裡台灣 馬上寄存證信 你氣之下啊 就 本來覺得 本來沒有錢 現實空運寄過來 整公司都拿 湊錢來 另外你是誰啊 其實可以查一下他募資多少錢 你就知道我們可不可以亂講話 28千 我募到快500萬了 算了 我們不要亂講話 對不起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趕快認錯 趕快認錯 最後一則新聞 你是不是也有存錢的習慣呢 Fusion 刮手便會滴落的存錢筒 Fusion 是一個設計極簡的小型存錢筒 韓國設計師 Yong Hyun Kim 相當有童心的將存錢筒 設計成古事般的模樣 有軟質的矽膠製成 並有強力磁鐵吸附在樹枝般的底座上 底盤平時也可以放置簡單的隨身物品 像鑰匙或文具 而當放入的錢幣達到一定的重量之後 果實便會宛如成熟般的掉落 帶給使用者一種象徵收穫的成就感 讓看似單調的廚蓄生活 也能帶著童話的趣味性 很厲害 好可愛喔 這真的好可愛 好可愛 我唯一的比較concent 如果我一直存存存存存 存到很多錢 想要一直存不曉得怎麼辦 就一直掉 然後再存 我覺得你可能需要一棵樹 搖錢樹 他感覺裡面裝零錢 大概只能裝兩三百塊就會掉下來吧 我好像沒有這個習慣 這個習慣是什麼意思 我沒有存零錢的習慣 只要有零錢我就想辦法把它拔掉 就是把它用到只剩紫 或者是我覺得用有卡付錢就好了 對 我正在設計在語彙上我覺得還蠻好的 而且還有那種童話感 很有童趣的感覺 我曾經抱著 就是我存的那個豬公就太重了 對啊 那個豬都很大隻 對啊太重 小時候豬多大隻 豬都這麼大隻吧 太大了吧 那種到我都辦不動了 抱著睡不會兇門嗎 沒有這後來我就把它藏著 是透明的豬嗎 對是透明的豬 我小時候有豬是陶瓷 可是我也是有愛習慣 我沒辦法忍耐 我弟弟的豬比我重 所以偷你弟的錢嗎 所以好幾個晚上 我會去偷偷扣他豬肚子的錢 完全沒有聲音的投到我的豬裡面 哎唷 很壞 全哥都這樣 我這很適合那個啦 送給新婚夫婦 當時遞落的時候 就是差不多也要生下來 這意思是說 每天晚上一次的時候丟 就偷一個印象 這樣 是怎樣 我們開發這個產品新的公用啊 是 夜晚的基金是不是 對對對 如果我們開發一個新的市場 不然它這個市場很侷限 上面一個洗這樣 因為我覺得我們今天 洗太那個了 它就直接變成情緒用品就好啦 也是 喔是投滿才可以使用 就是比如說 還晚期的時候它會掉下來 就是今天好像要幹嘛 欸 不是 而且這個韓國設計師 萬一懂中文 他應該想把你打死 還想嫁到韓國來 還想嫁到韓國 還想變情緒用品 對 好那我們今天的新聞就到這裡 今天新聞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祝大家 合家平安 身體健康 每次都是合家平安結尾 換個台詞 祝大家 對 真的不好唸 瓜熟蒂洛 瓜熟蒂洛 欸你是李怡小姐 瓜熟 好難喔 你真的ABC欸 不是不是ABC 是因為我的中文版 就是因為我從小都講台語 跟我阿嬤一起 所以我很多音都發不出來 瓜熟蒂洛怎麼講台語 寫到 落外 落外 欸 欸 好廢喔 好廢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這一集有點太過頭 瓜熟蒂洛 台語怎麼講 也麻煩在下方幫我們留言 喔這個不錯 或是大家想要聽什麼樣的新聞 可以留言給我們 對對 也都可以 希望你們可以訂閱 分享 還有按小鈴鐺喔 謝謝 謝謝大家 掰掰